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一种方法 让你快快地回到一年球 众生根性不相同 爱好与欲望不一样 所以佛就开很多法门 你喜欢哪个法门都写 门门戒成无上道 所以佛讲得很好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在你自己选择 选择怎么会成功呢 一门深入 常识心修就成功 你要同时学很多法门那就坏了 搞砸了 搞乱了 修行这个事情最忌讳的 最怕的就是个杂乱 一杂又乱 全盘完了 再好的心 再怎么努力 也是修一点人天佛报 欲了生死 断烦恼 一丝好 都不起作用 你看 这多可惜啊 那现在我们总算在世尊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些经教 找到了一个法门 现在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个法门是什么 南无阿弥陀佛 年轻的 哪些是年轻人的 五十岁以前的 年轻人 要好好的 学戒定会 老实念 五十岁以上啊 在中国人都叫老人了 来不及了 专念阿弥陀佛 弟子归感应品都不需要念 能行吗 能 能够把一句阿弥陀佛 把所有妄想习气都取而代之 你成功了 这叫什么 这叫道功戒 就是这一句佛号里面 就居足了 戒定会三十 你不要再找麻烦了 就这一句佛号 圆滥陀佛号里面 圆满成就的 真能念圣灵 圣灵 十年开悟了 五十岁到六十岁开悟了 开悟了 你还有寿命 你一再教化众生 你一再发心 强精 说法 不难 你什么精都会讲 到那个时候 你智慧开了 你大慈大悲 给一切众生 讲什么精 肯定你讲无量手继 为什么呢 释迦摩尼佛这个末法时期 九千年 只有这一部经能读众生 别的经都是好听 做不到啊 这一部经可以做到啊 末法这个九千年 无量手是第一经的 阿弥陀经是第一经的 阿弥陀佛